小勇爱读书,陪你一起读 要读的书是思考的框架 不知道是否你也跟我一样 试着想要专心聚焦在眼前的事物时 心头反而涌上了前头万序 似乎有一点点想法 但如何让想法凝炼成有用的思考 分解成有效沟通的素材 转化成能具体实践的行动 此时反而感到杂乱武装 想法似乎如同杂草重生 分享这本思考的框架 替自己的想法去无纯精 具体认知思考的流程 小勇提出三重点 知识与真实世界的距离 思考的流程 剃刀思维 修剪你的思考 小勇爱读书 我们一起开始吧 知识与真实世界的距离 训练思考的第一步是要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什么 当我们借由文字与图片来汲取知识时 那并非是真实的世界 例如中古世纪时期的地图 在当代是无法有指引功能的 地图并不是真实的讲解 而借由符号来接收知识 也很有可能只能是自我投射 你的刻板印象仿佛也是一张地图 生活管理的模型 所以意识自己的能力圈 是思考训练的第一步 扩充能力圈 需要充实基础知识 也需要向领域的高手请益 但这并不容易 因为领域内的高手可能基于利益 并不重视建议本身 是否确实能扩充你的思维模组 且有时要打破能力圈来转换视野 也可能会抵触到你的自尊心 引发自我防御的机制 但这样子的能力圈的认知 在投资领域是极为有用的 已然成型的知识 限制在过去的惯性 有系统的检验所谓的大众意见 是有助于我们建立思考的框架 如何建立思考的流程 如何替自己建立反思的流程 思考的框架提供的策略有 找出第一原理 提出假象 二阶思考 混沌系统与非意图结果定律 还有重新检视因果关系 反演法 注意几率思考中的后违曲线 首先 何谓第一原理思考呢 是一种逆向的工程 将假设与既定的概念 或事实分离出来 运用在道德体系 社会结构的议题上 也有助于厘清复杂的问题 社会关系中组成的方式 并非是自然法则 往往是基于社会教条 共同信念 重新去检视 文化迷思与教条成规 并不容易 思考的框架艺书提出 苏格拉底式提问法 苏格拉底式提问法有 厘清想法的起源 挑战假设 寻找证据 考虑其他观点 检视后果与影响 质疑原始问题 例如 重新想象历史 如果佩迪南大公 能逃过暗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会发生吗 我们回想想法与事件的起源 来重新思索 跳脱事实框架 猜解与分心 但要小心 这其实是需要 严谨的科学方法的 因为历史的混沌系统 一个小用因 所诱发的大事件 当重复模拟形成假设时 资讯可能是有限的 如何建构合理的情境 把运气成分降到最低 理解风险与限制 是我们思考的目标 思考的同时 也要意识到 是否过分聚焦在目标 而忽略了非意图的结果 例如 英国统治印度时 想减少眼镜蛇的数量 以死掉的蛇换取奖金 反而导致印度人 繁殖眼镜蛇来换取奖金 导致了目标之外的副作用 调整思考的过分聚焦 同样也可以运用在 检视因果关系上 例如 父母重情酗酒 导致了孩子的学习问题 是否可以反过来思索 孩子的教养压力 导致了父母饮酒疏压 反向推演 可以让视野改变 减少盲点 此外面对风险与未知 常运用几率 作为判断 以平均值为一规 而忽略了超越平均的极端事件 也就是后违曲线 身处变化事件的你我 很可能就遇上了千年一遇的事件 也就是黑天儿 若习惯于日复一日的惯性 则会变得不敏感 造成了无法规避风险的脆弱 如何反脆弱 试着为可能最糟的结果做准备 适度尝试 适度承受失败 思考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 剃刀思维 修剪你的思考 思考的框架艺术提及了两把剃刀 来修剪你的思考 第一把剃刀是化繁为简 过度思考会让你行动瘫痪 创造力可以化繁 也可以化简 重在执行力 看状况来选用适当的思维模型 第二把剃刀是 不要预设最坏的心态 可以用愚蠢来解释的事件 不要归咎于恶意 例如 路怒症 你以为别人按喇叭是在针对你 其实别人只是根本没有在意你 大多数人处理琐事时 是以最少的能量在执行的 通常也没有太深刻的动机 这也是让繁琐生活能顺利运行的简单惯性 有些事过度探究就是能量的内耗 修剪你的思考 才能发挥你的生命火力 思考的框架作者是夏恩泰瑞许 是Farnam Street部落格的创办人 分享提升决策力 生活与工作效率的方法 成为全球成长最快速的网站之一 小勇提出自己的想法 最近在思考的命题是 如何使思考有具体化简式的流程 不错的书籍有快思漫想 策略思考 思考的框架 那选择这一本思考的框架 主要是连结了之前所院读的 穷查理的普通尝试 书中提及的能力圈 思维模型 如何认知能力圈 扩充思维模型 必须是与时俱进 但也要避免陷入了一味追求新知的照进 各种形式的阅读 我们个体要如何的去诠释 如何吸收 或许也只能是自我的折射 所以如何检视自己的思考逻辑 思维盲点 也必须是在阅读与书写之间 不断执行与修正的 思考的框架一开始 清楚厘清了知识与真实世界的距离 然后借由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法 提出了思考与反思的切入点与流程 从阅读到执行并不容易 复习与有意识的实践 例如十分钟的说书 是想要留言给未来的自己 忙碌低潮时的一个备忘录 当自己一意孤行或是钻扭脚尖时 循着思考的框架 矫正思考的视野 提升思考的格局 修剪思考的杂物 可以多向前一步的 小勇爱读书 我们下集见